这个店是 他们是三个人拿钥匙的 是吧 我听说 三个人同时拿钥匙才能开 历尽千辛我们到达了扎杰马大殿 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地方有不得不来的理由呢 就是它是整个西藏单体建筑最大的寺庙 然后它分三层 下面这层是花色的 这种的颜色我们曾经在萨迦寺见过 花庙我们见过这样的配色 黑白红这样的配色 二层它是另外一个颜色 我们稍微走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它二层的颜色 我们先说三层 三层是一个白电 三层的白电通常是不对外开放的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它里边放着很多的珍宝 包括明清时候的唐凯佛像什么的 都在里边 二层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我们等会进去里面去看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二层它是一个红殿 这个寺庙它是嘎举派的寺庙 但是它又是一个嘎举派的分支 叫达隆嘎举 这个寺庙的达隆嘎举 目前是嘎举派人数最多的一个寺庙 我们等一下从一楼可以进去 二楼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 三楼是十有八九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不会对游客 一般的游客开放 现在我们进入的就是一楼 大电 我们可以获准上到二楼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上 我们现在上到了红的这一层 是二层 但是里面很多东西都不能拍 怎么不拍了 直接上三层 好 这就是红的那层 好 我们被允许上到红的这一层 这是二楼 是二楼 是否在怎么层面 好的 先上 我们被允许直接去白电 这个白电是通常不对外开放的 哇 上到寺庙的顶层 顶层是有个白电 哦 这是到这里的 太阳延安还是很美的 哦 这个店是 他们是三个人拿钥匙的 是吧 我听说 嗯 三个人同时拿钥匙才能开 是否是 五名福气院 涉大福气院 涉大 涉大 上师 上师 从白色的电出来之后 我突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孔 是可以看出去的 竟然 可以看到下一边 这高度真的还是挺高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寺庙的大殿的顶层了 然后这就是传说中的 白电 这个店里边呢 有三个喇嘛 同时拿钥匙才能打开这个门 就是一个人上不来 我们看到这个白电啊 它四角有个龙头 然后都拴有铁链 之前这个铁链是拴在这个边角上的这个 牌子上的啊 这儿曾经有个传说 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上边这几个龙啊 可能会飞走 当地人传说 所以给他妈绑了铁链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搞这个壁雷的嘛 壁雷措施 所以把那个铁链拴到了这个房子上钉的铁钉啊 主要为了防火壁雷 房顶上的远处啊 它这个地方也有天葬台 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树的下面哈 上次房子这边是天葬台 这个地方好高啊 这边就是二层平台了啊 可以看到外边 然后我们从这边下去 楼梯相当的多 他说这个梯子分成两节了嘛 原来是一节通到底的 因为有游客嘛 所以又分成两节了 所以你想要从上面下摔下来的话 那可是不得了 对 他现在游游客了 这师傅脸上那道就是摔的 这个蛮锁的 谢谢 谢谢 一乐吃饭 谢谢 这个地方呢 第一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花钉啊 它是用红黑白三种颜色涂成的 第二层呢是红垫 外层是红墙啊 第三层就是白垫了 白垫这个里边啊 我们刚才进去了已经 这里边有很多珍宝 想要进去一堵珍容啊 是极其不容易 但是我们的运气它就是这么好啊 人家过来邀请我们 进到白垫里去啊 这边有很多 转金的筒 可以跟着转 这个 这个 它这儿是嘎举派 嘎举派的这个 转金的话 它也是顺着转的 顺时针转的 只有本教才是倒着转的 所以我前两天看到我们视频里边有人讲说这个 转金同转反的 其实并不适合 是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是本教 还是 就是反着转的哈 我们现在到达了它这个寺的背后啊 这个大殿的背后 这个里边我们刚刚进去有一尊很特别的佛像啊 这尊佛像可能哪儿都没有 就是释迦摩尼本人亲自为自己开光的佛像 因为释迦摩尼活的时候啊 他不能塑这个佛像的啊 所以呢 这个信众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佛 让释迦摩尼呆到水边 通过他身体呈现那个影子啊 给他塑了一个佛像 这个佛像全世界仅此一尊 就在我背后的这个大殿里边哈 逛完了我们要回车上去哈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就是非来不可呢 因为在藏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就是先拜大昭寺 后朝查街马 就是你先去大昭寺 然后再来查街马大殿 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殿了 我们现在回车上去了 返回 返回我们还得走这条路啊 因为我们是绕过这边来 看一眼这个寺庙的哈 所以我们现在要再返回到刚才那条公路上 下山完毕 然后这边又拦着一大堆车啊 单向通行等我们走完他们再上 我们就是在那排队排起的 好了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哈 自助寺 政策 见过 路上遇到一个汉白浴的山 上面盖着绿色的布子 就是在这个地方 满身散落的都是白色的石头 这山是人工快走的 看这个角度可能更明显 它上面上的绿色的布子 然后整个山谷里边散落的全部都是汉白鱼 这边也是 靠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